周浩鼎議員 主席,反對派就是針對警隊 現在要抽出來 我覺得很簡單 他們對警隊自己有他們不滿 但我們認為警隊過去應對暴亂做到身心俱備 我覺得不應該針對警隊 第二,剛才很多同事已經說了 你們說對某個部門有意見 我們也對一些政府部門,例如教育局我們有意見 為何不處理煽動仇恨的教師 追究得不好,做得不好,又沒有處分 我們都覺得有問題 但問題就是如果我們都要去逐個部門去計 這個財委會的整個公務員的辛酬調整 就會拖到天亮 所以我覺得都是按一個機制 雖然我們對教育局 我們都有意見認為 他沒有處分煽動仇恨的教師 但我們都未至於說要這樣 去特意抽出來,然後拖延整個時間 所以我認為不應該針對警隊 按機制做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